监察院在105年7月6号公告纠正 原住民族委员会 原宝地违法转让使用权之交易 一共有161公顷原宝地 被设定抵押给非原住民的身份 落实原住民族土地转型正义的政策保障 也给了政府一道当头伴鹤 不过也有民意代表认为 在偏乡地区原住民经济比较苦 才会有违法转让使用权的情况发生 签署让渡书 人头买卖 透过抵押权设定登记 合伙经营契约签订等等 在原乡地区的原住民保留地 已被非原住民出资买断 根据花莲县审计市整理分析 光是从105年5月到108年11月 这三年半间 花莲县共有376笔 共同担保土地597笔 合计161公顷的原保地 都已经设定抵押给非原住民 偏乡地区的民意代表就认为 因为偏乡地区原住民经济较苦 为了改变经济才会变卖土地等 如此的情况发生 我们族人生活都很困苦 加上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族人的 留在故乡的族人 大部分都老人 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只好把土地卖了 有些供给小孩子读书 缴学费 有的是做生意 这个因为环境 大家生活不是很好 这个 现在这个生活的誘因太大 人人都想要过好的生活 所以 我们也不能 要求他一定留下来 每个家庭有个人的困难 为落实原住民族土地 转型正义之政策 政府为保障原住民之权益 使原住民保留地 能归原住民使用周易 2018年 立法院修法通过删除 原保地五年限制 直接取得原保地所有权状 然而后续 原保地的使用管理 原保地买卖地下化 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 部落族人 不论自愿或非自愿 最终失去好不容易取得的 族产土地 原住民环国土地运动 及政府的美意 似乎又重新归零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